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玉里镇三名国中正式转型为公办民营学校 成为了宜花东第一间的实验中学 因为转型前师长担忧学生恐怕会成为实验的白老鼠 更怕受教权被影响 对此县长徐真卫在出席接牌仪式时表示 公办民营仍然属于公立学校 原有的各项免费教育的政策不变 另外有更丰沛的教育资源进入 课程的内容则会紧扣目前的课纲 三名国中棒球队球员穿着球衣跳起阿美族舞蹈 看起来相当俏皮可爱 太平国小合唱团学生则是穿着布农族的传统服饰 和谐的歌声让现场的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精彩的表演就是为了三名国中公办民营的 学校接牌仪式揭开序幕 有非常多的人非常关心台湾的教育 而给我们的帮忙 特别是强调所谓强国一定要先强种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尤其是在少子化的台湾 更是不能等 三名国中正式转型为公办民营学校 成为宜花东首尖实验中学 由于转型前师长担忧学生 恐怕成为实验白老鼠 更怕受教权被影响 县长徐真蔚出席街牌仪式时 公办民营仍然属于公立学校 原有各项免费教育政策不变 另外有更丰沛的教育资源进入 但是花莲县政府 其实在我们整个县政的预算里面 扣除了我们法定预算 在将近五成都是我的教育预算 都是教育预算 我要谢谢新议会 这个议会的支持 才能让花莲这将近十年来 我们希望透过教育来做一个 台湾整个花莲整个人口红利结构 的希望工程 玉里的三民国中总共有六班 全校学生110人 今年入学新生有37人 学区包括浊西乡丽山 伦山及太平国小 玉里镇的三民国校 教育处从109学年度起 委外财团法人 陈治教育基金会办理 公办民营实验学校 为期六年 直到民国115年7月31号为止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